大家請貝面站 我們教導大家拜佛 因為還是有人新來 新來救助 乃至於心學老參 我們大家同居一談 我們來複習也好,學習也好 對這個拜佛法門 我們佛妻呢 特別放長 我們佛妻呢 主要就是拜佛 繞佛 靜坐念佛 然後止靜念佛 止靜念佛完了 再靜坐念佛 然後再拜佛 繞佛 然後這樣子 循環 那中間是 兩支箱之間是沒有休息 不過怕我忘了講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在拜佛的時候 盡量安排在拜佛的時候 出去上廁所 或者是去喝茶 那喝茶的話呢 這個 我建議大家呢 可以去現場喝一杯 要不就是 用你的小杯子 去裝個 兩三杯 你裝太多 其實它味道變了 是這樣 而且它也來不及泡 來得及啊 沒關係啦 就是兩三杯之間 這樣倒著 那你就可以喝 那或者去上廁所的時候 順便喝一下 提提神這樣子 因為我們 下午的兩支箱之間是沒休息 他們也會 我們的茶人也會 這個 也會怎麼樣 也會來參加呀 所以說時間上面 大家就相互調配一下 這是先講喝茶的 其實喝茶本來就想安排 一直沒有因緣 很多道場 他就是在用功的時候 他會提供茶 這種茶 其實他喝得不太會傷胃 不用擔心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講解這個方法 首先就是拜佛 拜佛呢 這個 開始要拜的時候 我們就是 兩手合掌 兩手合掌呢 兩腳呢 與肩同寬 外側與肩同寬 就是外側 所以外側與肩同寬 外側與肩同寬 這樣 然後平行力 不是那種開腳力 是平行力 平行力 然後平行力 然後合掌當胸的時候 合掌呢 事實上是說這個 掌啊 要合攏 但也不用力 這個大拇指呢 兩個大拇指 合併的時候併容 不用用力 併容 這叫做合掌 然後呢 這個大拇指的這個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二節啊 或者 對 這第二節這個 頭這裡啊 就是大概在胸窩這裡 這樣合掌 合掌這樣看 然後望著瞻仰佛 這樣叫合掌 那合掌的話 就是不要這樣 這樣根本就不叫合掌 掌心對人就不對 掌尖對人就不對 45度都不太對 其實是應該扣緊 也不是扣緊 就自然的這樣垂直啊 這是一種檢測 你明示就這樣 就很難看 好像愛做不做的這樣 這不太好 應該是要這樣 這樣合掌 合掌那 那把一拉好 那麼合掌 合掌當胸 當胸 太高 就不對囉 我剛剛說在胸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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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壇這裡 這樣子 那麼你就太高 這樣就不對 太低 也不對 平行 45度都不好 就是扣在這裡 這樣扣一下 合掌 那麼呢 兩腳平行力 這是標準 這個標準式 起手 開始拜佛 就要這樣 繞佛行進 除了腳在動以外 其實這個動作是一樣的 如果合掌的話 也是一樣 只要合掌都應該是這樣子 那麼下巴收一下 那麼開始呢 拜 拜的時候呢 是這樣子 我們稱念佛號 是前第一拜的話呢 是兩句佛號 一句下 一句上 那麼之後呢 是三句佛號 一句伴下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 的時候翻掌 翻掌之後 佛佛 南無阿彌陀佛 佛 贊助 這樣子就是三句 一句 半多一點 拜下去 那陀字翻手掌回來 然後再 南無阿彌陀佛 合掌 不要太快 不要太快 就跟大家一樣 你那個動作應該就是唱的速度 跟你的拜的那個協調性是一致的 他就三句一拜 除了第一拜以外 第一拜叫做一句一拜 一句拜 第二句起來 叫做兩句一拜 只有第一拜是這樣 之後都是三句一拜 那麼三句一拜的話呢 你就是第三句完成 你才回來 你提早下 提早上都不對 這樣不對 好 這先說明 那麼拜下去的時候呢 是全身動的 比如說 我們先不唱 我們先做動作 拜彎腰 彎腰之後呢 療衣 如果你有搭曼衣 或搭駕鯊 療衣 療衣有 像海公啊 有時候會在 因為怕這個撐到 會再提一一下 提一點 然後下去之後呢 下去 腳尖已經 腳跟已經浮起來了 浮起來呢 手呢 大概就是你的拜殿的 前緣外側 外側這裡 然後外側這裡之後呢 膝蓋 要跟在這個 這個手的後面 不是這樣喔 不是這樣 是跟打開 基本上因為你海青開 蓋著嘛 所以不會難看 拜子 往前挪 往前挪之後呢 往前挪之後 翻腳掌 翻腳掌 大拇指呢 腳拇指 向底 然後後腳跟打開 然後臀部就是坐在這個 後腳跟上面 你如果太胖 大腿太大 你可能就坐一下 你可能會坐不到 沒有關係 不用勉強 還有年紀大的啦 什麼膝蓋怎麼樣受傷啊 你實在坐不來 沒關係啦 看你能怎麼樣就怎麼樣 標準的話是這樣 然後呢 然後這樣子 往前引之後 回來 坐下來之後呢 沾養佛 沾養佛不合掌 就是手在這裡 沾養佛 然後再往前滑 滑到前面方 這就是佛的腳在這裡啊 你去握他的腳的意思 握他的腳 所以說往前滑 然後頭面接觸 頭面 頭 就是額頭 面就是鼻子啦 因為面 最粗 最面 突出來的就是鼻子嘛 頭面接觸 就是這個意思 頭面接觸 然後 翻手掌呢 是 大拇指 手 食指收 翻手掌 不是這樣喔 不是這樣 韩國人他們扮人這樣 還這樣 好像有點供養的意思啦 我們不能說人家對或錯啦 就是漢人沒有這樣拜的 漢人沒有這樣拜 他就是 翻掌 那這翻掌是什麼意思啊 就成竹的意思 佛的腳在這裡啊 我去靠著他成竹 是這樣 就這樣 好 那成竹翻掌 然後好 再翻回來 嗯 和辞子 那這個又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蓮花翻掌 就是像蓮花開一樣 它不是這樣 這樣子 嗯 這樣子很難看 不好看 就是這樣 不只是不好看 就是沒有那個動作感 滑出去 這裡 跟這裡 這裡大概三 這裡大概七 這樣子 翻開 就是靠著那個佛的腳的意思 然後呢 翻手掌 注意喔 翻拇指 收十指 轉 翻開來 就成竹啦 成佛的竹 那成竹之後呢 等於你頭也碰在地上 碰在他的腳上嘛 差不多這個意思 然後 再翻回來 然後起來 然後再回到你這個膝蓋的前方一點 然後呢 應該是這樣 全部回來了 再沾養第二次 沾養第二次 然後再稍微往前引一下 這樣懂嗎 做回來還是一樣沾養佛 就兩次沾養佛 然後呢 再往前引一下 就一樣 就是 你這腳是開的是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你腳不開 你這樣 那你拜下去的時候 喔 這個 就抵在肚子 小肚子還好 大肚子你就 一肩就大肩 你就很難了 這樣就很受不了 那大概是要打開 所以要打開 剛剛為什麼與肩同寬呢 就是肩同寬 那所以你看 你下去是這樣 不會抵到 不會抵到這樣 然後拜下去 是這樣 差不多你五十多歲的人 你如果不能像我這樣拜 你身體就是 太臃腫了啦 是這樣子啦 好 我是快六十了 對我來講 這下去都是很OK的 是這樣 那所以說基本還可以啦 那好 那就滑下去 然後拜 那起來也是一樣 再沾養佛一些 沾養佛 好 往前 往前的時候呢 準備 然後引腳 把它 打開 打開 腳打開的時候呢 在地上滑一下 把你的衣服稍微滑開 怕不要踩到 懂嗎 不要踩到之後呢 起來的時候 只要你的腳尖不踩到 就沒事了 怎麼做呢 因為你腳尖不要踩到 你看嘛 起來的時候 腳尖滑開 滑開之後你 不是用腳跟 腳尖滑開 滑開之後呢 用手引一下 引一下呢 腳跟還不要踩下去 很容易會踩到衣服 這個時候呢 腰提一下 不是說翹屁股 不是 是提一下就好了 提一下 提一下 欸 欸 這樣子起來 如果稍微有點踩一下 腳挪一下 就踩不到了 好 所以 呃 即便是這樣子拜的話 它也不會踩到海底 就算踩到這一點點 你稍微腳挪一下就開了 是這樣子 好不好 那這樣子 所以臀部 就是腰部稍微引一下 往上提一下子 這樣起來 然後 提一下 這個手 用力 欸 好 然後腰部提一下 然後手就合掌了 手就合掌 起來 欸 很雍容 平和的 讓自己呢 能夠 再合掌 這樣子的話 到這個動作 才是那個第三句佛 五號結束 要記得 要順那個聲音 南無阿密陀佛 南無阿密陀佛 南無阿密陀之前要拜到底 好 然後呢這翻掌 翻掌就是那個陀 南無阿密 你咪前 咪之前就是差不多把掌翻 但不要翻太 不要下去太早 慢慢的下去 然後 陀佛 你自己抓那個時間 陀佛 然後南無阿密 那個陀字 回來 回來 那麼唯一比較不一樣 就是第一句 第一拜 第一拜 就是兩句 那個兩句的唱法 比較不一樣 那諸位就是聽一下 熟了 你不要就跟著唱 跟著唱很容易就唱到底 唱亂調 因為他跟平常唱法不同 但是後面的所有都一樣 後面所有都三句 三句一個循環 三句一拜都是對的 但是呢它其實是五句 懂嗎 五句 五句一個循環 但是三句一拜 換句話說 這一拜沒完 沒有停的話 下次要再拜到這個地方來 是五拜之後的事 總共15 3515是一個直數 最小數 最小的公約數 這樣 3515 所以說 會五拜 那因此呢 那什麼時候會問訓呢 你會聽到那個引進聲 金 金 金 這樣子 那那個就是 等一下 最後一拜起來的時候要問訓 問訓他還是會 金 金 這樣拜下去 這樣知道吧 那大體上是這樣 講好像聽起來亂亂的啦 但是你其實你拜你就會知道了 那 那我們 現在呢就是 你看著我 那 不用拜 那我來做那個動作 並且加上唱法 這樣子 然後 好 挽圓放下 一念提提提 唸 聽 拜 難 摩 你看喔 喔 喔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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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快一點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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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佛 好 開始了 第二拜就會循環 南 摩 喔 佛 南 摩 托 佛 第二次是怎樣 南 差不多南的說往前音 摩 密 多 佛 你看 有沒有 就回到中央來了 那我們從第一句 第一拜 第一拜那兩句的 我剛剛有點快了 我重來一遍 要正確一點 第一拜 萬元放下 念提起 念聽拜 南 摩 南 摩 南 摩 dho mi dho 佛 这个是不是 佛 刚好这样有佛 刚好腻到佛字这样有佛 na 男字下去 na mu mi mi 你看 翻开来 dho dho开始回来 oh oh nam mu mi 这个地方有人会直接上来 有人就是下去还是要做一下 我是主张说年纪大的就其实再做一下 第二次再蘸样 有人会直接就在这里起来 就在这里起来 没有再蘸样第二遍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可能会赶了一点 可能会快了一点 那我刚刚就做这个动作 那我刚刚就做这个动作 不过去而已 不过第一拜它会拉比较长 我们现在来试一次 好不好 现在我们先试一下 来试一次 然后我们来拜 第一拜 对了就对了 那拜的时候我会讲解一下 好 来 我们 晚圆放下 一念提起 念 听 拜 那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拖 哦 呢 晚腰 去息 音太清 膝蓋下去 坐在臀部上 坐在后脚跟上 沾仰佛 佛制沾仰 要起来喔 那往前滑 翻手掌 托 翻回来 身体直立 再沾仰佛 手往前移 翻回小掌 脚跟着低 稍微硬腰 慢慢起来 托 佛 合掌当胸 这样才完成 再来第三拜 那我弯腰屈膝 疗衣 踢海青 手往前放 手往前放 膝盖着地 大拇指相抵 坐回臀部 起来坐回臀部 佛就沾仰佛了 往前引 头着地 翻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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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 佛 好 翻回来 莲花合掌 莲花放得很 翻掌 大拇指要接着 要进来 好 再沾仰佛 还不要起来 那 好 往前引 好 往前引 好 大拇指低低 好 引腰部 慢慢起来 大拇指向 准逐部 另一拇指向 准逐部 さよ 澄溏 佛 估讳 赌指向 准逐部 那好 翻腰 凋逸体 减海青 手 着地 你肩痛官 膝盖着地 打开来 大拇指向鼻 臀部着地 沾咬佛 起来沾咬佛 再往前 翻手掌 大拇指收 十四指收 翻回来 再收 坐上来沾咬佛 不要忘记这个动作